基金会南投峰会成征义工 洽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镇兴街70号 不杀众生 不食众生肉 则天下无灾难 万物流转 调教生命的罗盘 竟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各位老师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人口问题 在讲到少子话之前 我要解释几个名词 第一个名词就是人口革命 40年前我把人口革命这个名词介绍到台湾来 只是当时是戒严时期 这革命两个字是不能出现的 所以很多人就反对 说这个是造反的 人口革命它的意思是 当一个国家 它的人口从原始状态 进步到最后稳定状态的过程 这个就叫做人口革命 人口的原始状态是什么 人口原始状态就是 很高的死亡率 比如说 原始人要活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得到食物 那我们历史学总是说 那是狩猎时代 其实在没有任何一种 现代生产方式之前 一平方公里的土地 最多只能够养一个人 为什么只能养一个人 因为动物很快就被打光了 没有了 或者逃跑了 植物因为没有农耕的技术 是靠碱石的 是去摘树上的果子 如果它有果实的树 或者碱石地上掉下来的东西 去尝一尝有哪一些植物可以吃 它的根或者是它的果 或者它的叶 所以原始人数量的增加 它是非常缓慢 非常的少 就是到了两千多年前 耶稣降生的时候 所谓公元元年前后 全球的人类都不会超过两亿人 它的增加是非常慢的 原始人的寿命 平均十九岁左右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考古学发现 这个地方有一个尸体被挖出来了 我们常常说 这个都是寻葬的 或者是意外死亡的 其实不是 因为原始人生下来的时候 不超过二十八天就死亡的机会 那么大约占三分之一 古代的人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所以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之后 一个月之内是不必去庆祝 不必告诉亲业 我家生了一个小孩 因为不能欲长大 你如果告诉他 隔两天要告诉他已经死了 这个很悲伤的事情 所以我们全球的人类 在过去孩子能够到一个月左右 那么他才会通知朋友 庆祝满月了 所以在这个医学上 那么二十八天以内的死亡率 是非常重要的 是判断一个国家 现代医疗水准很重要的指标 叫做新生儿死亡率 那么能够活一年也不容易 那么大约在一年以内就会死掉的 那么过去总是在 大概百分之四十活不过一年 那么所以婴儿死亡率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么这个小孩子 一岁以前死亡率高 然后这个死亡率慢慢下降 那么在四十年前 是降到十四岁的时候 死亡率最低 在这个以前死亡率还是高的 所以人的一生 最安全的时候是十四岁 这是四十年前 那么现在呢 人生最安全的时候 差不多是十一岁左右 十一岁以前死的机会 还是比较多 那么过十一岁以后 这个十一岁达到最低点 然后慢慢上升 上升上升上升 那么到了上一个世纪初 就是日本人占领台湾那个时代 这个日本到了台湾是1895年 到1900年那个前后 那么我们全球人类的平均寿命 也只有27岁 那么各位如果去参考 日本人第一次到台湾来之后 编制的第一次台湾居民临时生命表 那么这个生命表是根据1905年 就是距离现在107年前 当时第一次台湾临时国事调查的资料 编的生命表 那就告诉我们台湾人的平均寿命是27岁 那么跟世界各国都差不多 跟中国大陆也差不多 但是到台湾光复 1945年的时候 我们平均寿命40岁 已经达到40岁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40岁 应该还要稍稍低一点 为什么 因为当时婴儿如果出生之后 几天以内就死亡了 他通常是没有去报户口 所以真正的死亡率还要再高 可是到了现在 都是超过了80岁 将来出生率会下降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 在人口革命的过程里边 死亡率下降的速度比较快 死亡率本来很 出生率差不多的 可是死亡率下降的快 那么死亡率下降之后 要经过一些年代 出生率才开始下降 所以人口才会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光复之后 台湾的人口很快就增加三倍 大概平均每13年就增加 增加一个倍数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死亡率是靠公共卫生的改善 传染病没有 很多人都说 这是因为我们现代 医学很发达 健保也很普及 所以寿命延长 这个寿命延长是有限的 那么真正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没有传染病 过去有传染病的时候 比如说像欧洲的黑死病 它就把人口死掉了一半 一百年前的流行性感冒 它也死了几千万人 所以台湾在过去一次祸乱 一次祸乱 一次鼠疫 或者是一次伤寒 都会死很多人 台湾光复以前 单单一个瘧疾 几乎80%的人都患瘧疾 所以传染病被克服了 第二个就是营养健康的改善 大家知道我们要运动 要节制 所以也是使寿命延长的原因 现在这个社会 平均寿命在台湾来讲 都是超过80岁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最后就是出生率继续下降 然后死亡率慢慢上升 现在台湾的死亡率是千分之六 出生率是千分之七 那么再过几年 出生率等于死亡率 那个时候就是人口不增不减 出生等于死亡 然后死亡率继续上升 各位一定会问 社会不是更进步了吗 为什么死亡率上升 是因为年老的人多了 老年人的比例升加 所以死亡率会上升 那么到最后 出生率也会上升 出生率还是会上升一点 到最后就是 出生等于死亡 人口进入净值状态 那么净值状态就是说 这个人口不太增加 也不会再减少了 它就非常稳定 人口金字塔 本来是像金字塔一样 越年龄大的人越少 越年龄小的人越多 那么现在台湾的金字塔 慢慢地变成一个葫芦 葫芦型 三十年前台湾是歪葫芦型 因为男的这边特别多 女的这边比较少 那为什么男的特别多 是因为在二次大战之后 一九四九年前后 到台湾来了一百五十万的人 这一百五十万的人 百分之九十五是男人 百分之五是女人 所以男的这边就是一个大肚子 可是这些人现在经过六十年之后 慢慢地消失了 所以台湾现在变成什么样 变成一个道金字塔形 老年的人很多 但是年轻的人很少 就是道金字塔形 那么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将来会变成方柱形 就是说因为人都不太死 就一直活 生下来都不死 大家都活到同时死掉了 那么到底我们人类最后能活到几岁 那么各位都知道 最近几年人类在科学上 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 就是基因体 基因体总图谱 最主要的那位召集人叫做克林斯 那么各位如果去看他 前几年写的一个报告 他告诉我们人类 平均都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你为什么没有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要怪自己 为什么我们说 人类的极限寿命是一百二十岁 所以不必三乎万岁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人类是一种动物 我们是这个动物界里边的灵长类 里边的人类 这个人类是跟其他的动物都一样 它的整个生命过程 是染色体经过五个循环 那么我们生下来之后 到了二十多岁 这个染色体就淘汰了 然后它又再生 那么到了五十岁左右 什么它又衰败了 再生 到了七十五岁左右 又衰败了 再生 那么到第五个循环的时候 不再生 任何生物 它的染色体到第五个循环的时候 自动衰败 它就自己就死掉了 所以现代医学主要的研究方向 就是研究疾病压缩理论 什么叫做疾病压缩理论 就是希望我们医学界努力 让人类在没有到一百多岁第五个循环之前 不要生病 我们尽可能的去节制自己的欲望 不要吃我们不应该吃的东西 不要去偷懒 不要养成不良的习惯 不要去遭遇各种本来应该可以避免的危险 那活到一百多岁 活到一百多岁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死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整体机能 都进入衰败的阶段 那么到那个阶段 我们只要不用救 也不必去用那些急救的方式 让我们没有尊严很痛苦的过那个过程 到老了就死掉了 这个就是现代医学努力发展的焦点 那么各位如果有空去看新英格兰医学报 新英格兰不是英国 是美国东北表的那十几个州 这个是目前现代医学最进步的地方 平常看看他们的消息 大概就可以知道 我们不可能永远不死 但是希望一百岁以前别生病 一百岁以后生病 也不必治 也不必那么烦恼 用什么茶馆 用什么急救都不必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每一个人能活到一百二十岁 出生等于死亡 人类不争不减 这个稳定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最后的理想 那么这样一个从很高的死亡率 很高的出生率 然后很痛苦的过程 很短的寿命 到最后 这个就叫做人口革命 现在我在介绍第二个名词 第二个名词我要讲的就是 最适人口量理论 就是说一个地区 或者一个国家 到底它的人口是多少最好 那么并不是一个国家说 我们不能够人口减少 要一直增加 那个时候就变成人口过剩 那么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 是固定的 即使你天海照路 那么也增加不了多少 而且位置不能搬移 你说那个地方都是沙漠 我们能够不能把这个 肥沃的土壤搬去 不可能 土地的特性 第一个就是位置面积固定 第二个就是不能迁移 无法搬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 高雄县的阿联市区 我们没办法搬到台北 中正区或者中山区 那么值钱的地方 如果可以搬的话 我们马上发财 搬去就好了 这是土地的限制 那么第二个资源的限制 所以你有那么大 比如说台湾有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你那个土地生产什么东西 地下有没有石油 有没有矿产 有没有很多地方是山地不能用 有没有很多地方都是河滩 你那么多人口住了之后 百分之十二的土地已经变成道路 你还有什么资源可用 那么再加上你这个地方住的人 他们想要过什么日子 他们想要过很舒适的日子 比如说像美国人那样 我们做老师的人 起码也有一个像别墅一样的花园 还是我们像日本人一样住的比较拥挤 还是我们像香港人一样只能够分到一个斗石 与我们想要过的日子有关系 那么到底台湾这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我们只有这样的资源 没有矿场 那我们应该养多少人口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很舒适 台湾一直没有人研究 我们只是希望人口要增加 不可以少紫化 这样的话我们都学校都关门了 在六十年前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 台湾大学的教授叫做张德翠 那么他写过很多书 那么他研究台湾这个地方 到底能养多少人 那么根据他的理论 他说如果我们台湾人 想要过很日本人一样的日子 公园很多绿地有保护 人也很有秩序 应该是养六百万人 台湾这块土地 过日本人那样的日子 应该只有六百万人 那么这就是现在日本 日本大概土地是台湾的十倍 台湾的十倍 那么如果再拥挤会怎么样 那你就降低你的理想 我们住小一点 绿地没有那么多 人口就可以增加 如果我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只是希望人口不要减少 继续增加下去 那么就是我们每个人将来 能够分到的绿地越来越没有 那么仰赖进口就越来越多 不是仰赖进口越来越多 我们也不怕 而是当我们生活条件和资源分配越来越少的时候 没有东西去换外汇了 没有人要卖粮食给你 没有人要卖能源给你 所以最适人口量的研究 虽然在台湾这个社会很少理性的思考 没有人愿意提出来 在下面我解释另外一个名词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人口红利 那么我们从古到现在 那么读历史的时候 常常会说 某一个国家很强盛 某一个朝代很强盛 很富裕 那么什么时候又强盛又富裕 就是生之者重 食之者寡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他青壮年的人口很多 大家都能够从事生产活动 而食之者寡 还是老人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抚养的负担不重 这个国家或者这个朝代就富裕 那么反过来 生之者寡 食之者重 他就贫穷 就衰败 当一个社会 青壮年人口多 老年很少 孩子也很少的时候 他就经济发展 慢慢富裕起来 生活不予匮乏 那么享受到这一个富裕 这个就叫做人口红利 那么人口红利在历史上 有没有先例 古代的我们不讲 只讲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最近的日本 是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 日本在战争的时候 日本因为准备打仗 恨打仗 就打了很多年 所以结婚率很低 出生率不高 因为男人都在战场 那么1945战争结束 大家都回到家乡去结婚 当时没有想到养孩子是很难的事情 那时候只希望有儿有女就好 所以战争结束之后的十年 1945到1955 日本人生了很多孩子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战后婴儿潮 那么这些孩子 从1945以后生的 那么他们到1965以后都变成劳动力 就能够生产 而且战后 因为生产的越来越多 又不用养兵 现在日本也要养了 当时他们没有国防 国防靠美国人帮忙 所以社会很富裕 大家努力生产 享受了30年的富裕 可是到了20年前 他们就已经发现 1945生的孩子 要退休了 都老了 可是1955以后 没有新的劳动力补充 因为婴儿潮时代生的小孩子 长大以后是不生孩子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一样 也不想结婚 也不想生孩子 所以没有劳动力补充 那么他的人口红利就结束了 那么各位都知道台湾 尤其是台北的房价是非常高的 各位如果到东京 你就会发现 东京最繁华地方的房价是比台北低的 而建筑的水准比台北好 那为什么东京房子会便宜呢 因为人口越来越少 没有年轻人长大 这就告诉我们 日本再繁荣 是不可能 那么他们最大的努力就是 能够维持目前这样的水准 这个已经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已经够了 那我们台湾第二个例子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那么1945年前后 台湾的出生率是世界上最高的 当时的出生率都在千分之四十九 到千分之五十之间 跟现在非洲赤道地区 尼日共和国出生率一样高 所以台湾生了很多孩子 我只说出生率千分之四十九 千分之五十 可能各位还不太了解 也就是说 在台湾出生率最高的阶段 当时平均一位妇女 因为那个时代 妇女没有结婚的 只占全部的百分之二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结婚 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是已经结婚的 那么她在育龄期间 育龄期间是指一位妇女 她从年龄十五岁到四十九岁之间 会生孩子 平均每一位生九点六个活产婴儿 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长大 因为新生儿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很高 我们生了很多孩子 生了很多孩子 那么经过二十年 不过台湾的婴儿潮 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 不是像日本 战争一结束 大家结婚生小孩 过几年统统不生 台湾是战争结束 大家生小孩 然后持续久一点慢慢下降 所以台湾的人口红利 结束的时间会比日本长 会比日本长 各位一定会想 那我们还可以享受多久 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已经过了最高点 继续下降 到十五年之后 任何人口红利都没有 这是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它在人口方面 不管是出生 死亡 婚孕 性比例 都跟我们台湾完全一样 它也是在过去出生率很高 所以人口增加得非常快 尤其是在1949以后 1949以后 它战乱结束 出生率就很稳定 当时中国大陆 每一年平均生四千万个小孩 生四千万个小孩 跟我们台湾一起一样的 可是因为他的人口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那毛泽东也没有什么力量了 毛泽东的势力消失之后 周恩来这样比较有见识 有计划的领导者出现了 所以他们从1980年之后 开始实施一态化 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 偶尔有人敢偷生 也有人生不出来 所以平均一个 各位可以想象 1980年以后 那么他孩子少 所以年轻力壮的人 不必养很多孩子 负担减轻 又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 生好几个孩子 所以老年人的比例也不高 每个年轻人是好几个兄弟姐妹 负担一对夫妻 一对老年人 所以1980年以后 中国大陆也逐渐的享受到人口红利 而他的人口红利是比日本比台湾更快 就说因为他一下子就降低了出生率 所以不用养孩子 负担很轻 那么这个人口红利的现象 各位可以想 1980年出生率开始下降 那么20年以后 2000年开始缺少年轻的工人 然后每年补充不足 每年能补充的越来越少 那么再过几年 1980年以前出生的人都退出劳动市场 慢慢都老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人口红利最多还有20年 他20年以后会比日本 比台湾还要坏 还不好 原因是他一下子就没有了 这个是人口红利 其实人口红利 虽然它是我们最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名词 但是这种理论是自古旧有 古代说 生之者重 食之者寡 人口红利 生之者寡 食之者重 就是负的 负面 我今天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这几个名词 因为这几个名词会支配我们自己这一代 和我们以后很多代的人的命运 现在我们再来看 目前世界上的人口现象到底怎么样 现在世界上人口怎么样 目前世界人口刚刚超过70亿 每年大约平均增加八千万人 还是在增加 这八千万人增加在哪里 第一增加在非洲 第二增加在南亚 整个亚洲的南部地区 从印尼一直到阿拉伯中东那一带 还有极少部分 很少的一部分是增在美洲 那么其他的地区怎么样 其他的地区 我应该用一个地图就好 其他的地区 人口都在减少 人口都在减少 那么我们看看世界上哪几个国家可以作为代表 第一个是法国 那么各位对法国 即使我们没有去过也相对熟悉 因为郭富他在演讲民族主义的时候 有特别提出来法国人口是不增加的 法国人口是不增加的 那么法国人口还是有增加一点 因为移民很多 他人口越来越少 劳动力不足 所以他欢迎移民 移民就鼓励你生育 我以前在巴黎念书的时候 很多人都跟我讲 不要回台湾 在巴黎结婚 生到第四个孩子以后 连工作都不要做 因为政府养四个孩子的津贴 足够你们年轻夫妇用了 但是他本国人口出生率 怎么鼓励都没用 所以各位要明白 国家要想要提高出生率 那么就要想一想 最是人口量问题 那么第二个 即使你觉得我们可以增加 如果用任何经济上的补助 给多少钱都不会增 像法国给那么多也没用 德国给的也不少 北欧各国都给 他们也没用 这个是没用的 新加坡在二十年前 开始就鼓励生育 那么结果呢 是他不希望生育的人就生育 希望生育的人就不生育 所以他改变政策 欢迎移民 移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像我这样的人去 他只不欢迎 我二十年前去他很欢迎 那时候他们几个大学 一直来找我 为什么 现在叫我移民 没有两年就不会教书了 所以他不欢迎 他要欢迎高度技术 或者是有学识的人 携带巨额投资的人 或者是有潜力的年轻人 新加坡每年到大陆去抢这个优秀的中学生 希望他到新加坡 跟香港一样 他比香港的条件好 各位有看到报纸吗 今天没有 大陆有好多省联考 他们叫高考 联考的第一名 第一志愿香港大学 第二志愿香港中文大学 第三志愿香港理工大学 抢学生 像我们台湾是很怕人家来的也是很少见 只好台湾的学生去了 台湾学生也是去那边 台湾最好的几个学生都是去香港念的 好 现在我们就要跟各位说 靠给津贴 给奖金生孩子 这是不可能的 是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国 它的人口怎么样 刚刚我说 非洲 南亚和美洲增加 增加快的地方是非洲 其次是南亚 其次是美洲 那么美洲的增加也快要停止了 那么现在看欧洲 那么欧盟所有的国家 从2010年开始 人口通通都是负成长 全部人口数都在下降 那么各位还会想到 除了欧盟以外还有一个地区 就是原来的苏联 现代的俄罗斯 它的总人口也是在下降 那么俄罗斯最大的隐忧 就是它的人口已经剩下一亿四千万 不生孩子 不愿意结婚 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地区 欧洲到苏联 原来的这许多家盟国都是负成长 那么亚洲的日本 日本是从十二年前开始负成长 现在也在负成长 那么日本人口最高的时候是一两千八百万 那么它现在开始每年减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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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关心自己怎么样 我们台湾怎么样 我要跟各位讲 台湾的人口现在就是最高 其实现在应该在慢慢减少 可是还没有减少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移民 我们喜欢娶外籍媳妇 可是娶外籍媳妇的这件事情 快要结束了 快要结束了 那么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预言 就是那些南亚地区相对于台湾贫穷的国家的女孩子 愿意嫁到台湾来 她要具备几个理由 要那个看看 第一个 台湾的所得和生活水准要比她高三倍 如果只有比她高一倍她是不来的 为什么 因为娶外籍媳妇的台湾家庭 是在台湾平均所得限下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懂我说的这一句话 当然有例外 你不要拿例外来反对 我说平均是这样 可是这个优势快没有了 因为台湾真实所得 我没有说报纸上登的那个多少元 真实所得 已经13年没有增加了 各位有条心也在减少 因为物价涨涨 第二个 就是要一个移民 我要到其他的国家 人地生疏的地方去 一定要符合一个条件 就是那一个地区是 上升地区 而我自己的这个地方是下降地区 表示我去那边有希望 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台湾人到了美国就不想回来 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是上升地区 我做学生的时候到了巴黎念书 毕业的时候 多少人劝我 你为什么要回去 你怎么这么笨呢 这边当时得到那个学位以后 550块钱美金起薪 回到台湾 60块钱美金人家还不愿意给 我回来的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教授的薪水是2400台币 一笔40正好60块 我的指导老师就说 你如果一定要回到东方 他们不愿意说台湾 他们不知道台湾叫台湾 他们叫Formosa 你要回到东方 我介绍你去马尼拉大学教授 当时马尼拉大学教授的薪水是500块美金 台湾是60块 还好我没去 因为现在他们还是500 这就告诉我们 我们第二个条件也不符 是不是这样 台湾不是上升社会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姐姐 那一代的嫁到这里来的人的经验 是不是很幸福 不是哪一个特例很幸福 而是平均来讲是不是很幸福 所以台湾的人口增加 外界新娘将来越来越少 现在已经开始在减少 那我们说台湾也是人口减少的社会 那么各位一定会问最后减少到多少 那么大约在35年之后的台湾 不管我们怎么努力 如果没有政治上巨大的变动 台湾的人口总数应该是1750万人左右 现在我们看一看到底少子化到什么程度 少子化就是说 每一对夫妻生的子女少 那什么叫做少 在过去台湾光复以前 四个以下都叫做很少 这个都叫做少 你看台湾光复之后 大约有15年的时间 我们都希望两男两女 那不到两男两女就少了 不过我们现代人说少 是比人口维持率还低 这个叫做少 一对夫妻生几个小孩 那么这个人口总数永远不变 过去大家都认为 生2.2个小孩 因为不是每一个小孩长大了以后 都会长大 也不是每一个小孩长大以后 都会生育 所以2.2 就大概维持这个人口 一直下去 其实不需要这么高 为什么 第一个 孩子生下来之后 死亡率下降了 现在死亡率越来越低了 不是要准备多那2.2去死 不需要预备人去死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人口总数 它会 随着年龄的寿命延长 它也会增加 所以 现在越来越低 不过一般的来讲 少子化就是不到两个孩子 这个叫少子化 刚才我说 在台湾光复之后 台湾的出生率有很长一段时间 它光复以前更高了 我们不记录那个 不讲那一段时间 它当时是世界上出生率最高 平均一位妇女这一生 在生育年龄期间 育龄期间 生9.6个活产婴儿 可是到了最近这几年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前年 平均生0.875个小孩 不到一个 去年 生0.9个 那么大家说生育率恢复 但是不是会恢复 它是短期现象 这个是短期现象 那么为什么短期现象 就是第一个 很多人是要赶到建国100年 他希望他的孩子是100年 因为喜欢这个整数 因为我们这个华人呢 有一个特点 华人只喜欢石 彭石就满 就是满足 圆满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今年是龙年 所以我们又希望生一个龙 在距离现在40年前 也有一个是龙年 40多年前 有一次龙年 那么我当年 我要写一篇文章 叫做 哀龙子龙女 那为什么要写 哀龙子龙女 各位想想看 平常我们生10个孩子 那一年生12个 所以考大学很难考 因为大学不会因为龙年 增加名额 就业不容易 因为不会因为龙年 孩子长大了 所以我们就增加几家公司 几个工厂 政府就要扩大高考名额 也不会 所以龙年的孩子 是命运相对讲不好的孩子 因为竞争的人数会增加 分配的资源 平均每一个人会减少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现在各国怎么样 欧洲大概每一个国家 平均都一对夫妻一个小孩 最低的像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都很低 都是一个小孩 那么日本一个小孩 不到一个 0.9 那么中国大陆也不到一个 各位不要以为大陆人口多就生孩子多 不是这样子 是他原来是人口总数多 而生的孩子是非常少的 台湾是不到一个 这是所谓已开发的社会 普遍的现象 那么平均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怎么样 这个孩子没有兄弟姐妹 你到日本去就没有兄弟姐妹 我以前常到日本各大学去讲学 我们问他们的小孩 那个学生 有兄弟姐妹的请举手 像这样子 研究所没有这么多学生 大概二三十个 这有 偶尔有一个人举手 还有我有个妹妹 几乎都是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不论是男是女 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兄弟姐妹的人 就没有嫂嫂 没弟妹 没姐夫 没妹夫 没有这些关系的人 没有这些长辈的人 那么他长大了 他长大以后呢 他可能不结婚 因为现在在台湾 结婚率非常低 结婚率非常低 他可能结婚不生孩子 结婚不生孩子的人 跟不结婚生孩子的人抵消 我们就不必计算 这个孩子他怎么样 他长大了以后 因为没有伯父伯母 没有 他这个孩子 没有伯父伯母 除除婶生 姑姑 阿姨 没有仪仗 没舅舅 没舅妈 所以他自己 没有兄弟姐妹 也没有堂兄弟姐妹 也没有表兄弟姐妹 每个人是孤单一人 那么再过这些年 这些孩子他也要下一代了 那么他的这些孩子本身 自己最多有一个孩子 有儿或有女 我们过去习惯说的有儿女 这个是不同型的 因为世界上很少有儿女的人 要有儿有女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生儿育女是独立事件 不会因为你这次生儿 下次生女 也不会因为这次生女 下次一定生儿 自己不一定有儿女 然后呢 没侄子没外甥 没侄女没外甥女 那么每一个人都变成只有我 最近的二十年来 这个世界上很多学者研究 心理学 新的心理学 很过去是很大的改变 像我们各位老师 在念师大或者师范学院的时候 读的心理学 很现在是不一样的 各位去看看 最近德国大心理学 有一位很有名的心理学家 社会语学家 叫Srim Masche 他写的书 他说这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我 那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有我 所以他们的长辈 他们的长辈就非常多 有爸爸妈妈 我是讲婚孕正常家庭 很美满的情况 有爸爸妈妈 有祖父祖母 外祖父外祖母 再加上现在人老不死 祖父祖母的爸爸妈妈还在世 所以这个孩子平均就有14个长辈 有14位长辈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 师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 共30万 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 共12311次 新逢观世音菩萨 晨道日 慈悲至夜 花莲中心 礼拜三昧水灿 点灯供水 要供 甘露诗实 佛前大供 恭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7月17日 农历6月19日 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亿倍 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摘戒 即大悲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7月19日星期二 时间8点半开始 地点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乐队 20号 电话03989 9319 03989 9319 03989 8686 03989 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医 共目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使尊者往东来 却被文声化离开 东陀若无尊圣座 我们来以脱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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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枉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我们来以脱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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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来以脱尘埃 我以脱尘埃 安静 这颜埃 尘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